1月31日 影儿在社交平台上 晒出一组与好友聚会的合照 令人没想到的是 赵露丝也是影儿此次聚会的成员之一 两人同旷拥抱贴贴 真的好友爱的画面 有网友看到后表示 果然美女都喜欢跟美女玩 晒出的照片中 34岁的影儿 披着黑直长发 身穿黑白条纹毛衣 肤白貌美 自容情秀 温婉动人 一点也看不出是34岁的人 24岁的赵露丝 打扮得很运动休闲 戴着棒球帽 身穿米色卫衣 清新甜美可爱 这张 两人各挽着一位友人的手臂合影 影儿下巴搭在友人的肩上 一边手倾托着一边脸 微微浅笑 眼睛有光 相比于影儿的浅笑 赵露丝则笑得更欢 眼睛都眯成一条缝了 还露出整齐洁白的牙齿 看得出来在此次聚会中 她是真的开心呀 随后还与另外两个友人合照 这次赵露丝负责长进 用了兔耳朵有眼眶的特效 看起来很有氛围又可爱 赵露丝一把将影儿拥抱的这张照片 丝毫看不出影儿比赵露丝大十岁 画面太有爱 一眼看过去 还以为两人是一对姐妹呢 看着脸型有些相似 最近 两人也合作了一部仙侠剧神影 该剧在去年12月9日就官宣开机了 当时两人在开机一世时 都是淡妆出席 两人的状态都好好 都是颜值高 肤白貌美的人 除此之外 两人在剧中的造型也好好看 一个萌萌可爱型的 一个冷艳型的 不管怎么样 期待他们在剧中的出色表现 1月30日 影儿在网上分享出一段 快满五周岁的女儿小月亮 展示才艺的视频 并骄傲复文称 月亮现在能唱能跳 和好朋友一起上台唱歌 一点都不怯场 越来越像个大姑娘了 与此同时 影儿还不忘与网友互动 家庭才艺表演 你们说谁最棒 成功吸引不少网友关注 晒出的视频中 小月亮先是一身古装扮相出镜 边唱边转圈跳舞 甚至轻盈 舞蹈也很优美 是有些功底在身的 是个练舞的好苗子 紧接着画面一转 小月亮开始演奏乐器 一双小手拍打 在乐器上动作很是熟练 弹奏出的声音悠扬动听 表演同样很出彩 还有和闺蜜一起上台表演唱歌 不仅没有跑掉 小乃因萌化人心 友谊传到爸爸傅心博的音乐才华 此外 小月亮还表演了替台走秀 身穿白色上衣 搭配粉色公主裙出镜的小月亮 在客厅走秀 抬起头挺至身板的她 步伐稳健 气场十足 而在客厅走秀的小月亮 还意外曝光了家中那几 令人想不到的是 身为大明星的影儿和傅心博 他们的爱潮面积并不是很大 客厅看起来和普通人家的客厅 没有什么区别 摆放好家具好 并没有太大可以活动的空间 只留下一条狭窄的过道 太小了 而且沙发上还堆满了衣服 虽然显得有些乱 但还是很真实接地气的 就在小月亮表演完才艺后 影儿和老公傅心博 也有展示才艺 不过相比多才多艺的女儿 只表演了唱歌的夫妻俩才艺 就显得有些单调了 趁着春节和很多家长一样 影儿和傅心博 选择放下工作陪伴女儿 而在带娃期间 影儿就多次在社交平台 展示女儿的才艺 除了此次的唱歌舞蹈才艺外 前几日 影儿还在社交平台 泡出女儿画的一张全家符 仔细看 在小月亮画的全家符中 除了爸爸妈妈外 还有一个小孩 对此 不少网友猜测影儿怀了二胎 不过 也有粉丝表示 小月亮画中多出的那个孩子 是天边的baby 因为影儿此前曾在节目中爆料 自己怀女儿小月亮时 怀的是双胞胎 但因为拍戏太拼 在怀孕三个月时大出血 而失掉了另外一个孩子 这让影儿一直都很自责 好在女儿小月亮是健康的 影儿表示 在当了妈妈之后 不会再逞强 更不会去做任何有风险的事情 更加懂得爱惜自己 下个月小月亮将迎来五周岁生日 和劳工傅星博 感情一直都很甜蜜的影儿之前透露 有要二胎的计划 好友陈丽莎 还曾劝影儿要二胎 要趁早 已经34岁的影儿 的确也该将二胎提上日程 那就祝福她能够早日心想事成 excessive 也许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